好 我们先来看习座第四跟第五题 好 他说有一个质量40克的圆筒 来 40克就是40g 我们要把它换成什么 一定要把它换成公斤 所以是0.04kg把它改一下 然后呢 力长数是多少 80 OK 这个就KK等于80 弹簧K等于80 再来 他说小弹珠的质量是多少 10克 所以10克一样换成公斤0.01kg OK 好 然后呢 他说 当堂皇没有变形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 意思是说 这个时候 你的圆筒 OK 圆筒长这样 你的球还没有变形的时候 球刚好在它的开口端 OK 开口端 还没有放进去 那这个时候还开始怎么样 开始往内压 压多少公分 像这样说 压了两公分 OK 我把它再画大一点 OK 把它再画大一点 原本是长这样 OK 弹簧还没有挤压的时候 这时候 球刚好正好放在 它开口端的地方 当我把球往内压了之后来 往内压了 压了几公分 压了两公分 球已经被压进去圆筒里面了 OK 然后距离是两公分 两公分其实就是多少 当然我们知道两公分 两公分我们要换成 0.02公尺 我们都要换成SI单位 好 当我放手的时候来 放手它就被弹出去嘛 OK 那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怎样 好 首先第一个情况 它说圆筒固定 就是圆筒不动 那你就可以想 既然不动 你就可以想象是怎样 其实就是一个墙壁嘛 我这样这个时候 球放手飞出去 OK 请问它离开 圆筒的时候 速度是多少 所以你要知道 当它挤压进去的时候 什么能转化成什么能 挤压到最大的时候 是弹性未能 弹性未能 转化成什么 它飞出去的时候 完全飞出去 这个时候没有弹性未能了 通通变成动能 所以带公式就好了 OK 直接写 所以我知道 US弹性未能等于 会变成 最后变成动能 动能是K 所以你看公式带进去 2分之1 k 2分之1 k 2分之1 mv 平方 小球的m 2分之1跟2分之1可以小调 好 k 直接淡进去 k等于 80 位移 我们刚刚说 它往内压 0.02公尺 所以乘上 0.02公尺 平方 好 质量是多少 小球的质量是0.01 所以0.01 乘上v平方 v平方 好 因为有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怎样 可以两边都开 根号 所以这个会变成 根号 80 乘上 0.02 0.01的 开根号之后 就变成多少 0.1 然后乘上v 好 所以最后把v找出来 就可以知道答案 所以我这边来 算一下 v就可以等于 好 0.1 所以乘10 就变成1 ok 那这里乘10 就变成 0.2 0.2 就是十分之二 十二分之二 又可以变成 多少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然后乘上根号80 根号80我可以提多少出来 嗯 根号80 我们就用短除法 这是你国中学过的 好 4 4 8 20 再一个4 4 5 20 所以我可以提出4 根号5 所以五分之一乘上4 根号5 你就得到五分之4 根号5 这是你速度会是这么多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A ok 再来接着我们往下看 同样还是这一题 ok 现在他怎样 他说圆筒可以自由滑动 什么意思 来 我再画一次图 原本 原本 他把它压缩到里面 压缩到里面压了两公分 ok 放手了之后 以刚刚来讲 圆筒不动的话 圆筒就等同一次墙壁 只有球飞出去 现在 圆筒会怎样 圆筒会自由滑动 表示 弹簧恢复成原来形状的时候 ok 球 没有错 球会往右跑 它会有它的速度 你这个圆筒也会怎样 往左边跑 那我们都知道说 动能会分 分散 就是原本在这里有弹性卫能 弹性卫能 它会分 分给这两个 ok 两个都会获得动能 小球会得到K小M 你这个圆筒会得到K大M 好了 它也会获得那个什么 也会获得那个动能 好 我们来看 回过来看 你的圆筒的质量是0.04公斤 小球的质量是0.01公斤 所以 我们讲了很多遍 ok 小球得到的动能会比较多 然后 你圆筒得到的动能会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 小球比较轻 圆筒比较重 小球的质量是0.01 然后 圆筒的质量是0.04 简单来讲就是4比1 那获得的动能的时候 是反过来 少的获得比较多 所以它得到多少 它得到4分 再说错了 那我们轻的那个小球 它会获得比较多的动能 它会得到4分 比较重的这个圆筒 它会获得比较少的动能 它会只得到多少 只得到1分 那一样 我们回过头来看 刚刚说 原本在压缩到里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能量最多 OK 就是US US US会分上 就是放手了之后 它们会飞出去 然后两个都会获得动能 表示它会怎样 分配给 K小M跟K大M 那只不过我们知道 K小M拿4分 K大M只拿1分 好,我们来先看 那我们来看 弹性位能 总能量原本有多少 在公式嘛 OK 总能量就是 总的弹性位能有2分之1 K 就是80嘛 OK ΔS平方 就是0.02的平方 对不对 总的能量是这么多 那我今天要找谁的动能 我要找弹珠 就是小球 它离开的时候的速度 我既然要找小球离开的速度 我就得要找 什么 小球的动能 OK 我就得要找小球的动能 所以 写过来 K小M 把它写过来 就等于多少 等于 因为它拿4分 总共有5分 小球拿4分 圆筒只拿1分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K小M会等于5分之4 乘上总的能量 总的能量就是 你的位能 所以乘上 总的能量是2分之1 OK 那因为我们都会了 就不在写公式 直接乘80 再乘上 0.02的平方 那你看一下 跟刚刚差别在哪里 刚刚的那一题 OK 它的动能 就怎样 它刚刚就不需要乘上 这个2分之1 不需要乘上 这个5分之4 OK 所以 那什么 动能我再写一遍 好了 乖乖再写一遍 OK 乖乖再写一遍 好 所以乘上 2分之1 K ΔS 平方 好 所以 2分之1 M V平方 等于5分之4 乘上 2分之1 K ΔS 平方 所以 2分之1跟2分之1 消掉 小球的质量 0.01 V平方 等于5分之4 乘上80 乘上0.02的平方 来 K消的先消 5跟80先消好了 155 剩30 3 65 OK 左右两边一起开根号 这边就变成0.1V 那这边开根号之后 4会变成2 16会变成4 0.02平方开根号 还是多少 还是0.02 OK 0.02 所以 好 这边0.01乘一个10就变成1 所以这边乘一个10会变成 多少 变成0.2 所以 2乘4会变8 8乘上0.2 OK 0.2 那就是1.6 那0.2也可以变成多少 5分之1 所以我就可以写成 5分之8 OK 因为答案是 答案是分数 5分之8 所以答案是C OK 这个答案是C 所以这一题 这两题就是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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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